51,18,26,35,45,53 最后就画成一个表格的方式 或者用偏移的方式 偏移当然也是一样可以制作像这样的表格 那方式一样就是说第一个也是选择偏移 偏移的话当然接下来就是指定这个距离 比如说我今天5跟11已经完成了 所以我现在18好了 18Enter 在选举要偏移的物件 那这边再点一下就可以了 一样的方式 直接再点偏移 然后再来的话点这个26 要偏移的直接点 然后这个方向点一下就好了 那一样的方式 偏移的物件 然后 这里 直接再一次 直接第一个距离26再来就35 35Enter 要偏移的物件 点一下 然后偏移这个方向 那一样的方式的话 那一样的方式 这个地方的话再来就是45 Enter 要偏移的物件这个点一下 这边点一下就可以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完成了这个表格的部分 那顺便你们可以 顺便练习一下 就是说呢 这边有一个其他的指令 你们可以试试看一下修剪跟延伸 这个也是一对的 就是说可以修掉 那也可以延伸 那怎么做修剪 怎么做修剪 我想之前我们有提到过 特别注意修剪很简单 你要记得按修剪之后的话 马上按Enter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这边把它剪掉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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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可以剪掉了 这样就可以剪掉了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按Escape 如果把它接回来怎么接呢 其实这边有个延伸 延伸 接下来按Enter 一样的方式 有没有 延伸 有没有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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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接回来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顺便练习一下 就是利用修剪 Enter 你可以单选其中一个线段 或者你可以多选 比如说这边我通通要去掉的话 通通就去掉了 然后这边也可以通通都去掉 那你会 再来会有问题 这个可不可以去掉 这个就不能去掉 为什么 因为它前面跟后面都没有了 就变成说它是独立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也很简单 你就可以选它之后 按Escape 如果你要删的话 选它之后 按一下什么呢 delete就好了 这样也可以 这边的话 我想你们试试看 就是说 可以把它修掉 点一下按Enter 然后 就可以去点了 就可以去点 那如果要延伸的话 就可以把它接回来 延伸 Enter 两个指令 其实都一模一样 马上按Enter 点一下就可以了 可以接回来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试试看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